大家好我是金珍 歡迎來到本週的北見火力頻道 因為太多人敲碗我們拍奶茶系列 真的是多到我們開不完耶 那我們這一集呢比較特別的是 有幾款是屬於飲料店聯名 最後我們又來一個大魔王 我們每一集都要給自己安排一個大魔王 廢話不多說我已經不想在說什麼廢話 這系列可以停囉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喝看看 第一題我們要來喝到呢 是歸季的三十三茶 他的三十三好像是有一些用意的耶 其實歸季他有一個 算是他們家的招牌吧 就是三三茶王 他就是主推說就是用這一個茶王 套入奶茶裡面 然後他後面有寫那種很浮誇的東西 淬煉三十天熟成 三昼夜烘焙 聽起來就是很費工還是什麼 所以他是要用三個昼夜去做烘焙 然後三十日的熟成才會得到這一杯 是有點甜耶 可是我覺得這款的茶味好重喔 如果喝奶茶喜歡喝茶味重的人 應該會很喜歡這一塊耶 他是茶味會很搶戲的那種 他的slogan很驚悚耶 叫做經典奢華 茶王奶茶 他又經典奢華 啊這邊又寫不思物化 我可以選一個嗎 你可以 不要看那麼細嗎 可是我覺得這款是好喝的耶 而且我覺得他應該加熱很好喝 因為他旁邊有寫說建議加熱 接下來我們喝的第二瓶呢 就是 鼎鼎大鳴再睡五分鐘 然後他寫的是 茶奶拌拌療癒滿滿 所以他的茶跟他的牛奶是一半一半的 他是寫他是歐雷耶 我們其他開的都是奶茶 這個其實我聞起來紅茶味蠻濃的 這個就是 很有負擔的奶茶 他的口感喝起來有一點像義美的 厚奶茶 這個是要漱口的那種 對這需要漱口 這款喝起來就是不高不低 如果你喜歡濃厚系 你可能會覺得還OK 接下來呢我覺得這款有點特別 他是福樂出的 跟古典玫瑰園聯名的 古典玫瑰園也是茶葉很有名 精緻品味嚴選世界好茶 他的包裝就是一個 看起來非常英式的感覺 而且他前面有強調他是特濃 看到這種都覺得很可怕耶 這一款一樣是錫蘭紅茶 但是他有加入佛手甘 喔 所以會有一個香氣囉 對 但是他寫的是佛手甘 綜合香料 古典玫瑰園的茶葉 我還滿期待的 他顏色感覺起來也是偏清淡 有耶 他有佛手甘耶 他沒有想像中的 負擔這麼大耶 還算清爽 看去尾韻有一個果香 但我覺得這款是還滿好喝 接下來要喝的第四款呢 其實我自己個人私心 還滿想喝喝看的啦 就是帶著一種 想嘗試的心情 你真的是有點那個品牌迷思吧 好啦 因為我自己個人很喜歡吃 卡士達相關的什麼泡芙啊 或什麼 那Bread Puffa 其實他的 卡士達泡芙就是最有名的 他的泡芙真的是值得一吃 我們之前也有開箱過 那接著我們要來喝的是 卡士達奶茶 我覺得有一點像上一次的 奶酥奶茶會讓你覺得 這到底是什麼東東耶 怎麼會想要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一起 想喝喝看 但是又很怕採雷 好今天我們就來幫你們採 喔他有說他有加奶油喔 感覺就是非常的重的那種 要啦 因為像上次的奶酥 其實也有加奶油 然後他是Bread Puffa 專門的卡士達粉耶 喔天啊 這沖上來的味道 這個味道比較像布丁奶茶耶 但是他沒有喝起來讓我覺得很shock 就是很害怕 他就是喝一個星期啦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會喜歡 就是布丁奶茶啊 對 就是它是可愛的味道 但他也算是重的那一種 會咬舌頭的那一種 布丁奶茶我覺得還可以啦 如果你把它想像成布丁奶茶的話是OK 但如果它是卡士達的話 有沒有 它不是卡士達 我們來喝最後一款 大家小時候有沒有喝過阿薩姆奶茶 誰沒喝過啊 他以前出的包裝是那種方形的 然後後來有出加寬版的 結果他現在給我出了一個玉香奶茶 香濃新升級 找到對的就值得幸福 喔他顏色超淡的 喔看起來就有點奶水 欸我覺得這款的香精感覺沒那麼濃耶 我們這樣倒都沒有聞到 但拿起來就聞到了 你鼻子怎麼了 我剛剛聞了一口 然後你跟我說 倒的時候沒聞到 因為其他的是倒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味道 噗 想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是誰會買來喝 誰要買 我喝完這個 然後我再往前看 你就發現 珊珊茶王 好好喝喔 她真的太用心了 她好認真 她淬煉了33年 我們才拿到這麼好喝的濃醇香奶茶 人家芋頭也種得很辛苦啊 誰給你種芋頭 沒有種芋頭 但我不是很懂為什麼他一定要把外包裝設計成 好像什麼情侶相遇 然後還要加一個什麼 這不是他招牌logo嗎 不是他還要加一個什麼 那一天就以注定 無形的線讓我們緊緊相依 開啟於我的心 找到對的就值得幸福 欸但是如果男生送我這罐然後跟我說 啊你是我的幸福 我真的巴了啦 來 下面一位 好啦但我自己覺得以用心程度來說的話 我還是覺得 瑰姬這一款真的還不錯 我覺得瑰姬的真的可以去喝喝看 這一以奶茶評比下來 我覺得 她 算是還蠻認真 而且 因為她寫茶王嘛 所以你一定對茶這件事情會有很大的期待 那喝下去也滿足你的期待 我覺得是OK的 而且瑰姬她手搖不是以奶茶出名的 便利商店聯名可以出到這樣子的奶茶 覺得蠻厲害的 再來第二款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古典玫瑰園 是因為她自己的茶本身就是好喝的茶 而且她的茶葉是什麼 玫瑰香啊果香類那種 好那今天的奶茶系列就開箱到這邊 大家有曾經喝過桌上這些奇奇怪怪的茶 一定有的吧 應該大家的便利商店都會看過啊 好那今天的北建魂力頻道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